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 新闻幕后大小事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特派谈新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周永杰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 中南美洲 我们知道阿根廷 日前选出一个新的总统 53岁 然后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统米雷伊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他是以电视脱口秀的主持人 受到民众欢迎 那他也支持这个自由经济 主张要废除阿根廷的央行 那也主张阿根廷 应该全面美业化 那他也是美国前总统 川普的追随者 韵儒好 哈喽 永杰好 我们今天要请到在阿根廷 住了很多年的韵儒来谈一下 你算是半个阿根廷人 韵儒 你谈一下 这个米雷伊近 这一两个礼拜很多台湾媒体大幅的报导 到底米雷伊是何许人也 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他其实米雷伊也是一个政治清秀 他之前其实没有参与过任何的政党 也没有着手参与阿根廷的政治 那媒体啊或是国际媒体 其实给他一个外国的称号 在这个政治上面 所以对大家来说他 他都是让大家很惊喜的一个现象 尤其是他从2021开始参政 然后那时候他的形象 先提提他的背景好了 米雷伊他的背景就是经济学家 那他一直以来就是批评 阿根廷的政治啊 还有经济这方面 然后在电视节目上就是受到民众欢迎 那除此之外他其实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 也是经营的蛮好的 所以虽然他不是政治人物 可是他在阿根廷一般民众 就是大家是耳熟能详 然后也会谈论到他 所以他算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还是一个网红 还是一个算艺人的吗 他也不算艺人 有点像台湾这些 名嘴 政治名嘴 因为他常提出来是批判政府的这个形象 非常的鲜明 所以他就变成这些政论节目 或是说电视会邀请他上节目 就是针对这个政府批判的时候 他就是常被受邀上节目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专家学者的角色 但是我们知道他除了这是经济学的专家学者 他干过很多事情 我们知道阿根廷最强的就是足球 听说他有当过足球员 他在于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念大学之前 他踢足球 他的角色是守门员喔 而且你就想像他 大家不知道对米雷的那个形象 有没有概念 就是他都头发 他头发蛮长的 对可以Google一下 可以Google一下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形象 他的头发就是其实蛮 就是非常的多 所以他那时候 应该说他从中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形象 头发很乱 然后很长 然后当守门员 然后踢的还蛮好的 他在当地的这个社区俱乐部 就是也踢进去 然后在守门员这个角色 然后除了说他就是在足球这个方面之外 他其实对音乐这件事情也蛮喜欢 他本身很喜欢那个滚石乐团 那因为他自己来成立他自己的乐团当主唱 所以你看他是学者出身 那当过足球手门员 也当过乐团主唱 所以他是其实某个程度是一种很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阿根廷 他从政的时间也只不过两年 当选这个国会议员到他选总统 中间隔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我想问你你比较 比较在地的观察 这是我就是很多台湾媒体做不到的 你自己观察你身边那些亲朋好友阿根廷的选民 他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 他没有说到一点 他们觉得米雷一讲话 就没有那个政客的口吻 他觉得他很像一般的人 就是我们身边的周遭一般生活的中产阶级 或是民众感受到的东西 他就有点像是大家的朋友的那个形象 在跟说话 对大众说话是说批判这个政府 所以他们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物 这是实际的在陈述发生事实 然后怎么改善这件事情 他有提出一些他的想法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形象让大家觉得说 我很喜欢他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蒋白就是他不会讲干话 也不会讲空话 他就是比较接低气的这个政治名嘴 不会讲那个天马行空啊 讲的口梦很飞 他讲一些比较接近民众生活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知道为什么米雷一他之所以这个时候会窜起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就是在阿根廷这个经济 已经到了非常非常惨的一个时机点 郁努里边谈起来 到底阿根廷不知道之前 年通膨率阿根廷现在已经达到140% 140% 那米雷一之里他也曾说了 如果要缓和这个阿根廷的高通膨 可能最少也需要花到 一年半到两年之间 那玉努里边谈一下你的切身观察 你的日常生活观察 到底阿根廷的经济现在有多么的惨 多么的糟 其实阿根廷的经济很严重的一部分是 现在政府他们采取的是管控美元外汇这件事情 所以导致很多商业企业他们要做生意的时候 非常的不方便 那因此很多公司就收起来 那失业率也会提 通膨的状况像现在通膨这样就是140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的调查 阿根廷有10个人中4个人是贫困的 就是这个比例有40%的贫困率 那尤其像小朋友就是在首都 就是布宜诺斯特埃利斯这个大布宜诺 有10个小孩之中7个小孩就算是贫困的家庭 这个比例蛮高的比例非常高 很高而且就是这两年疫情之后的这两三两年 你就是走在路上 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路上的游民变多 那个游民不是一个人而已 事实常有时候是妈妈带着小孩 或是说全家人在路边 对就是以前可能在某一些区域还看得到 可是现在已经扩散到 你可能在每一个区 然后某一个角落 通常傍晚的时候或是晚上的时候就会出现 就是一整排 以前可能只有一个 然后现在变成一整排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哇那个经济一直在退 然后人民要买东西也是非常不容易 像出国现在就变成说 你会减少出国的机会 因为除了是美元又被管控 一般的民众也不能买美元 所以大家都透过黑市 阿根廷的这个 对黑市 所以阿根廷的那个美金的汇率 真的是超级多种 不知道永洁是阿根廷这个汇率 不知道吧 现在是一比多少 美元对阿根廷币 如果是官方的话 好像是一比三百七十多 然后黑市 黑市的话 就是一般在喊的黑市 大概最近掉下来啦 原本是有超过一千 一美元比一千多Beslo 然后现在掉到上次收大概是 九百多块的Beslo最近 所以这个落差蛮大的 而且除此之外 Beslo一直在掉 阿根廷这个美元 除了一种黑市跟官方专 中间还有夹杂罗 就是政府会管控 他针对美元这件事情 还有做很多不同的汇率 譬如你要卖黄豆 然后你会收到的钱 然后你要缴Netflix 你要缴Spotify 你有不同的汇率 然后如果你是观光客 到阿根廷刷卡 然后你会被收另外一个汇率 另外一种汇率 OK 两种汇率 非常多种汇率 那玉璐要不要讲 我们最具体的 民众对民生物价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牛奶 蛋 面包 现在变得多贵 如果说这个民生物品 你换算成美金是黑市美金的话 对 我相信 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 会说好便宜 可是对阿根廷 我们就是住在这边的人来说 你想像如果他们 基本的那个生活指数 最低是脱离贏 贫困线是大概三十几万倍首 这是月薪吗 月薪 对 就是你如果基本的需要 支撑一个家庭 不要掉到贫困线的话 是34万倍首这样子 那你换算成美金 譬如我们把它比喻 换的是黑市那一千块算的话 就是只有300多块 300多块 对 那可是如果是一个正常一点的家庭 接近中产 然后一家四口 其实你要超过百万倍首 才有办法生存 所以譬如我们现在买牛奶好了 一个一瓶牛奶一公升的 大概就是没有特价那一种 就是大概八九百块 八九百块 对 那换算美金呢 换算美金大概 你换的美金如果是黑市汇率的话 你也才不到一块钱美金 不到一块钱美金 但是但是这八九百块 对当地人而言 八九块 背首对当地人也算是涨的很高的一个费用 涨的很高 就是原本从 你可以想像我们这年初的时候 才两三百块的牛奶 一公升两三百块 现在变八九百块 涨了快四倍了 哇那那人民的薪水有涨吗 其实没有涨那么多 就是他们也只能透过说年终的方式 一年零两次的年终 在那个年终部分加加调整 还有政府会规定说 企业单位你们要逐步的帮 劳工加薪 但是这个加薪的幅度 其实跟不上这个通货膨胀 尤其阿德行的通货膨胀 又跟着这个美元汇率跳 大家都预期说 这个美元被受贬值了 我今天要先涨价 就像前的选举前大家其实会恐慌 那这个美元的这个汇率就是已经突破破前 那很多市场 尤其像这边很多这种进口啊 或是批发 他们就预期心里 他们先涨一波价格 像他们就直接调 调到比例是 他已经预期说 可能这个汇率会调到1300块 一美元对1300块被受贬值 他们就先调整了 可是我们大家的薪水 或是一般民众的薪水 根本跟不上这个幅度 大家的幅度还可能停留在年初 或是说一美元比600块被受的这个禁忌 所以落差是蛮大的 那玉如你自己的家庭 我知道你有一对这个可爱的儿子跟女儿 四口之家 你们的生活真的有变得比较拮据了吗 这一两年来 这一两年来 如果靠当地的收入的话是月光足 所以我们其实要牡力的寻求另外一个收入 所以对 然后又再上 像我是有家庭 所以有小孩子的教育费 他们是涨 就是也是一直调整 像我今年已经收到私立学校 他们已经长了四次到五次的这个比例 对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会感觉到哦 钱一直在喷出去 所以就是 只出不进 只出不进跟不上那个速度 那我们知道一个 真的 那个玉如有写到一个分析 米雷一他提出这个旧经济的休克疗法 这个名字乍听很吓人 休克疗法是说 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已经休克的病人在救嘛 把阿根廷的经济当作休克的病人在救 那玉如有提到很多一些方式 大的面向包括这个结束外汇管制 为美元化铺路 那财政调整 国营企业私有化 那玉如有没有谈下大概的一些方向 米雷一提出哪些政策是被民众被选民买单的 其实米雷一他在提出这些想法说 大家一开始觉得超级极端 尤其是美元化大家就觉得哇 超棒 冰廷其实有一个年代有曾经美元化过 就是把比索跟美元化1比1的时代 对 然后所以他想要带大家回到那个时代 去重新拯救阿根廷的经济 那米雷一他提出在这个休克疗法之前 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提出这些 这些方式 他自己称作电锯计划 所以他在今年9月的时候 他在一个竞选场 然后就民众就递了一把电锯给他 他就拿着电锯在这个宣传车上面 然后就象征了他要大幅改革这个国家的困境 那尤其是从经济上面着手 那像刚刚泳杰你有提到说美元化这件事情要先减 他要先结束阿根廷刚刚上我们 上面提到说这些外汇广资 让这个美元可以自由的使用 然后所以企业的这些生意才能活络 那就会增加阿根廷的国家的收入 跟民众的一般的收入市场 他是透过市场这个机制 来让这个国家活络起来 包括提到最荒谬 他说要关掉阿根廷的央行中央银行 这样的政策提出来的时候 选民不是觉得很荒谬吗 他们大家觉得其实会就是觉得蛮好 因为阿根廷的央行 管控了很多就是美元的这件 这个东西 然后对于做进出口的人管制又非常多 他们设了很多条款 譬如你要写一个申请 然后透过中央银行核准 你才能有这个资金可以做外汇 这样子 所以他们蛮多人是蛮支持 是会疑问说 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一个国家的财政 要怎么秩序 这个是大家的疑问 这样子 但所以他现在其实 他上用之后 并不会马上说美元化 跟把这个中央银行关掉 可是他会逐步把 现在政府对于中央银行做的这些 对民众或是企业的这些限制 把他们逐步的拿掉 中榜 中榜 对 但他可以就是说 他只有管内政的钱什么的 然后像刚刚永迟有讲到说 财政调整的部分 他就休克了法 那阿根廷现在政府是 就是Fernandez 他其实在公共支出上面 花非常多 所以米雷他针对这件事情 他想要改掉他 所以他说首先他要降低15%的公共支出 那这些公共支出 一是他从减少部会 那个部会 现在的政府有20个部门单位 就是什么教育部啊等等这些 部门 他现在只把他缩减到8个而已 12月10号上任之后 然后所以他从这边做调整 然后另外就是 对于做公共计划这部分 他也提出来用别的方式去经营这个公共计划 他就是有点像 有点像公共工程发包给民间企业去做标案 然后让民间企业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由民间去筹储这个资金完成 所以我们听起来比较像是一种开源截流方式 提到很多这个截流手段 这个把部会这个精简精简组织 然后这个也减少这个政府的开销 我们现在谈一下那个米雷一 跟这个国际一些强权的关系 我们知道米雷一他自己也公开承认过 他很崇拜这个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自己的外号就叫阿根廷川普 那川普也在米雷一胜选的时候贴文祝贺他 祝贺这个米雷一可以让这个阿根廷再次伟大 那玉女要不要谈一谈 这两个所谓的狂人的领袖之间 为什么这样互相仰慕 仰慕对方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会互相吸引或说崇拜 一是他们两个都是反对现有政府的架构跟方向 就是完全是反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两个其实有点类似的背景就是 川普是商人背景嘛 也是从商开始 那米雷一他自己本身是经济的学家出身 那他又是以自由主义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他其实很看到这个川普之前上任的时候 这些实施在美国的这些政策 活络经济啊然后等等 他其实蛮觉得就是他想要做的方向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就是有交集 另外我觉得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媒体把他们归类在一起 是除了说刚刚上诉的两点之外 另外一个他们两个都是政治素人 啊政治素人 之前有跟玉如聊到 玉如觉得他有点像 以他的各方面条件有点像我们的柯P 就是说他并不是个真正的政治科班出身 就是说从议员啊国会议员啊做起 他真的从那时间只有两年两年多 可是一下子就要到约到总统的格局 那也是以言行举止啊 比较耸动夸张文明 对所以有些人会把他跟柯P拿来做比较 对那我们再谈一下 刚才是谈米雷一对美国的态度 那他对中国呢 我们知道其实阿根廷政府 跟中国的关系向来是很暧昧的 但这米雷一好像是比较反中的对不对 其实米雷一他自己是反共产思想跟社会主义 他觉得这两个东西对于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帮助 而且是导致人民变穷的原因 他就是我觉得看米雷一的种种的分享 或是说有关他的报导 他其实是比较倾向说回归到人民身上还有市场 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要去付出跟牟利 所以你会得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那所以他觉得这个共产跟社会 这个透过国家去支援民众啊 或是补助民众这个是不可行的 那因此也就是让他坚决的反对跟中国 就是有往来或是运用中国的资源 不过就是虽然他在竞选期间这个言论还蛮 就是很坚持 就是反对嘛对不对 可是大家都会说 那他现在有说到习近平和委 因为阿能廷跟中国是有邦交关系的 那习近平就是有电贺给他嘛 那他就是有回应 那大家就解读说他怎么会回应 或是他的支持者也说他怎么回应 那有人就说你现在要一定是当总统 要当总统 那就外交上的礼貌 我们就是客气的回复 但是他们曾经有说这个是他现在 已经点选的外交部长 他们有说在对于中国政策上面 就是才不主动 不主动的去跟他做秘密的会议 或是说公开 就是主动的去跟他们做交流 但是对方如果提出什么 对阿根廷可能是有助于阿根廷经济的 那他们可能会再去 以国家的跟人民的方向去考虑 所以他到底跟中国的关系 未来会越走越近呢 还是保持一段的具体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那接下来要跟你谈的是 我觉得是整个米雷伊这一生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是最有趣的一点 他的狗派人生 大家都知道他很喜欢狗 他养了五只英国熬犬 那主要是在他原本养一只熬犬 他叫柯南过世之后 他很想念思念这个熬犬 他透过这个基因复制的技术 得到这个复制狗 得到本来是有六条 其中一条好像夭折过世的 那剩下的五条 这个复制狗 他把它视为家人 但其中一只就是 他原来那只爱犬的名字 柯南 那其他四只分别是很妙 他用保守派经济学家的名字 来为他的四只爱犬命名 包括这个 有个罗斯巴的 弗利曼跟卢卡斯 分别取名叫做 狗的名字叫做 穆瑞 米尔顿 罗伯特跟卢卡斯 最最让人觉得荒谬 跟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这个初选的投票中 获胜的时候 他还向自己的狗狗们 他的毛小孩们致谢 表达感谢 并把这个胜利归于他的爱犬 因为你不要谈一下 为什么这个经济学家 这个准总统 他跟狗狗的互动 这么样的深刻 其实我觉得可能可以 从他的家庭背景提一下 米雷跟他的父母 其实关系不是很好 他自己也曾经对外说 他小时候其实有被嫁暴 然后长大之后精神方面 也有受到暴力 所以他跟家庭就是爸妈的关系 并不是很好 那这部分也导致他 在人际方面都是比较特立独行 然后也比较自己 比较孤立的状态 他在家庭里面只有跟他的妹妹 叫做Galina 这个是比较 他们两个是很密切的 这个Galina也是他在竞选的时候 担任他所有的统筹跟 他也有说Galina是 就是他的妹妹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打个岔 你的发音要清楚一点 那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像骂人 我好继续讲没事 好继续讲 不然这样 OK Ka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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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ina是他的妹妹 他妹妹就说 也是推米雷伊 往政坛政治方向走的一个重要推手 其实是因为他妹妹 还有其他就是觉得他 这个批判的朋友觉得 觉得他适合从政 他把他推出来 他其实自己没有从政的意愿 因为米雷伊是支持无政府状态的人 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出 他会选总统 对 所以他但是他有说 他感受到说这个国家已经烂到不行 然后他的朋友跟他的妹妹推他出来 他觉得他是时候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提到这里 这是一个他的背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样 他就是养狗 然后很依赖那些狗 对 甚至还有很荒谬的传闻传出来 他对媒体受访的时候 媒体问他 他竟然回答说是 他的狗狗叫他选总统呢 对我看到那个他就说 他没有其实他没有正面回应说 是或不是 他只有说如果是 这只狗就是柯南 第一只养的狗叫柯南 真的跟他说你不觉得 就是跟他说这些政策啊 他就说这些像经济疗法 或是说怎么做这些国家的政策 他就反问那个主持人说 你不觉得他提出的建议很好吗 他其实还蛮仰赖的 这个是他对宠物的依赖 不过他其实米雷自己本身 他在今年也有往犹太教去做 做就是皈依啦 他其实他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 那他在竞选期间 其实大家都知道天主教的教宗 是方济各 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批判很多方济各事情 那因为这件事情 导致阿根廷很多选民 因为方济各 他批判方济各的言论 他们不投他 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 宗教因素 就是经济大家都很 都想要改头 改头换面然后改革 可是他们就会卡在说 他对于经济啊或是一些 女性的自主权的方面一些议题 他们就会犹豫不选他 他们不支持米雷的投票 很多是这个方面 那他怎么讲 好刚有点差题 没关系 米雷他自己就是回 就是接受犹太教的东西 然后他觉得犹太教的很棒 所以他是公开支持以色列的 他在他竞选的时候 他就有说如果他当选了之后 他一定会出访以色列的美国 这两个国家 真的非常明确 所以他精神方面 除了我觉得说可能他的狗 真的是一个 他很重要的精神支柱之外 可能现在犹太教的这些教义 也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来源 然后甚至说这个犹太社区 对他的支持 可能也是他未来 在阿根廷重政的一个重要来源 因为其实阿根廷的犹太社区 就是蛮大的 然后全世界的犹太社群也蛮大的 那我觉得这部分 可能也会帮助到他未来 拯救阿根廷经济 或是说在一些政治层面上 可能会有助 就是帮助他的力量 对目前 那想必他对现在的这个 尾巴冲突或是尾巴战争 他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 一些评论或一些做法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从一开始这个 号称这个是阿根廷川普 到这个狗派狂人 到这个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这个政治素人 以要成为这个非典型政治人物 那他只用短短 其实可能也许真的是不到几年时间 他就登上阿根廷总统的大位 这也是他自己可能始料未及的 他可能一开始只想把节目做好 跟他的狗狗好好过完 过完这一辈子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希望用川普祝福他那句话 祝福米莱伊可以 Make Argentina Great Again 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我们就来拭以待看米莱伊 能不能真正的把阿根廷这个 已经拼零休克的经济 给他救回来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是 就是他加入政党 是为了唤醒社会上的狮子 大家一起来狮猴 他并不是要来找绵养的 所以这个言论一出来大家就收到激励 那所以他的进 他除了他的政党之外呢 他的进选就是支持者 就把他做了一个就是logo 是有狮子的图案的 然后其实是就是有点沿用川普的那个底色 是黄色的 黄色底 然后上面就是狮子的头 然后所以很多他支持者 也会带着狮子面具啊等等的 去现场就是祝贺他 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来说 有没有吸引力还是觉得还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 Google他照片 他的发型跟他的轮廓 这长得有点像是狮子的头 真的有点像 就有点像贝多芬 还是狮子那种造型 就是这种可能 就有点狂乱 然后有点豪放的那种发型 跟那个气质 好今天很谢谢阿根廷的韵努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阿根廷 准总统米雷伊的故事 那各位听众观众 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留言按赞分享 我们还是很希望米雷伊可以真的 把阿根廷带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境界 解决目前的经济疲弱的问题 真的可以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好谢谢韵努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